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每日的曙光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尊上帝为上帝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传道书第三章第十四节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传道书桌子告诉我们 人生还是我们的生命中的所有的事物 都是上帝设计来让人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 如果我们以为任何一切单一的事物 能带来长期的乐趣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得着其乐趣 密集是在于那段关系中 因认识的上帝而带来的乐趣 我们并不是落在宇宙中最大的上帝者的手中 许多人是如此的来看上帝的 事实上上帝非常喜爱人能够享受乐趣 传道书的作者指出 发具的所谓的乐趣是在于认识到上帝在掌管 而且他不会为任何人改变他的计划 上帝是独立自主的 且拥有绝对的权柄 他为生命设定的计划不是我们能够去干预的 而他如此行的原因是要人能够敬畏他 圣经的多次提到的就是真言书第九章第十节 告诉我们敬畏耶和活是智慧的开端 人若不是认识信靠上帝的差异的智慧 他们就还没有开始的敬畏上帝 敬畏不是愚昧的惧怕 而是尊敬和荣耀上帝 我再重复一下 敬畏不是愚昧的惧怕 而是尊敬和荣耀上帝 如果你打算过不认识上帝的生活 那么最终你会发现 自己会落在与传道者的同样的光景 虚空不满足不得安息 觉得生命虚惨无意义 弟兄姐妹 生命的秘诀就在于有上帝的同在 我们的生命的诸多的振扎 都处于我们自己想当神 想要掌握一切发生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 甚至基督也是一样 如果上帝不可能配合 我们就会生气决罪 向上帝发怒 我们就会放弃我们的信仰 说上帝有什么用呢 我试惯了 不管用 这是何等的愚昧的宣告 上帝不会放弃他的主权 这个主权无人能够增添 无人能够减少 这样的主权是要人在上帝的面前 存敬畏的心 主啊 原谅我们 常以自己知道 什么是对自己所爱的人 和自己最有益的事 求你将我们学会 信靠你的作为 因为我们知道 你的作为是无可增减的 Amen 愿上帝的欢迎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有丰盛的一天